安普於今年2月是因為救傷的關係 造成頸椎軟骨破裂 當時也立刻進行手術 這陣子也相當認真在復健 就是希望可以趕緊回到舞台上與大家見面 引人注意的是 16日金曲獎正式公佈入圍名單 雖然沒有成功入圍最佳華語女歌手獎 不過該專輯也入圍了兩項大獎 其中以最好的時光入圍最佳年度歌曲 以及李小榮入圍最佳編曲人 雖然結果讓不少粉絲都直呼超級可惜 不過目前正在復健的安普得知消息後 則表示自己很開心能夠入圍 也搞笑說到很開心正在被X光照 一番話讓許多歌迷都表示 希望安普早日康復 非常開心 東七三十保 位成功 Wild White 運動 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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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